我是朱玉扣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05分47秒 我们今天有内幕要提供给大家 大家告诉大家 如果今天郭正亮不提供内幕给大家 我等一下就帮大家把它打得欲轻 但是很麻烦 又没有名妙 然后好像赌盘也不能讲 都不能讲 好像赌盘连两个字都不能讲 那我们可以讲密码吗 你刚刚已经被罚50万了 为什么 因为你讲了赌盘两个字 教授他自己参与选举好多次了 对不对 对啊 学过三次 你对这一次的选举 我刚刚投了一个脸书 我先讲我自己现在的看法 很多人很焦虑 我不能公布数字 只能说趋势是不变的 要有心心要出来投票 这样不会被罚钱 不会 不这种话是空话 那你讲一些实话吧 你想一些有这个牛肉的话 像教授的话 你要讲什么 总评 因为有几个地方非常接近 那误差范围内 而且 那有几个地方 最高的叫 因为有几个地方 那个人口很少 所以那个差距 我比如用澎湖来讲 澎湖一个百分点 恐怕不到500票 可是我问你 现在好像感觉到 这个落后的 有些地方落后的 有点追上来的感觉 对 澎湖就是这样子 台中也是 台中很危险 不过那个歌剧院 跟郭台铭的效果确实有出来 歌剧院就是 因为他实在是太漂亮了 说实在 也是台湾的骄傲 伊东 丰雄先生所设计的 而且他是 伊藤忠雄 伊藤忠雄 他的那个整个的设计 是立民建造公司 是本土的 而且世界专利 他其实都试了 很多次都做不出来 葫芦状 很难做很难做 因为没有柱子 但是做成了 那明显比台北漂亮 他比那个雪梨歌剧院 还漂亮 那个是新的问题 雪梨歌剧院很久了 旧了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台中市 长得比台北还漂亮 不 我讲了那个歌剧院 对 比台北歌剧院漂亮多了 台北哪里有歌剧院 台北不管哪个剧院 我的意思 我就你想得到的 那就表示这个 好龙斌跟马英九的治理 不佳呀 本来就是啊 好啊 而且 花的钱也不算大 四十几亿嘛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 因为他 所以这个选前歌剧院开幕 确实是 胡市长 他绝招了 绝招了 因为这个东西 本来是明年要开幕 那当时林佳龙 怎么没有防范到呢 不 他本来以为是明年要开幕 那他九月公务局 临时给人家 变成赶工嘛 然后搞到十一月二十三开幕 就在选前一个礼拜 所以你的意思 就是我昨天听朋友说 这个胡志强市长在 这个歌剧院跟这个郭台铭 还有其几乎是党的中央 所有的子弹啊 部队啊 全部南 全部下 郭台铭的作用倒不在于 他开的经济支票 而是他整合了派系啊 因为他跟延青标很好啊 他跟黑派很瘦 所以他给了黑派某种信心啊 就说我们有资源 有资源 而且还有一个中间人以后双方有问题可以找他算账 至少就是说他就比较敢去做这些整合跟动员的动作 那我问你上一次呢 上一次苏家全跟那个胡志强市长选举的时候 到最后关头不是也是很危险双方拉近吗 可是那次从头到尾胡志强都认为他会赢 这一次胡志强是一直在追 但对 这一次到过来的 这一次就说到昨天晚上为止 胡志强或说国民党中央还是认为他们有追的可能性 这样现在这个因为 他们并没有那么乐观说会议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 苏家全上次输啊 他后来就跟朋友讲了一句话 说再给他一个月他就会上 这个就叫做你是上升曲线 可是不到死亡交叉 就是不到黄金交叉了 这种苏家全的光点叫不到黄金交叉 那老胡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说 不能讲民调 不能讲了 我就说他起步比较晚 他如果把歌剧院早十天呢 这个看 应该说他整个选举机器的热 开始开始热乎起来 大概就最近三个月的事 可是他真正的这个 这个仰角 就最后一个月 其实是最后这两个礼拜吧 因为他同时加码 两个因素几乎隔天发生 就各剧院嘛 然后就郭台铭嘛 那这两个几乎都是隔天发生 那所以 就那个时候几乎都是这两个新闻了 而且各剧院有编两千万的宣传预算 我知道就是说台中市目前呢 这个国民党的阵营是士气大增 这是真的 但是林嘉隆方面 其实是步步为营 他也做了一个反制嘛 对 所以他辞掉立委 他辞掉立委 那真的是短兵相间 那最后关键到底是在台中市还是台中县呢 现在反而变成中部是一个非常决赛的地方 其他地方 歌剧院的影响是台中市 台中市 然后郭台铭的影响是台中县 哎呦台中市原来胡市长的任期太长啊等等 他的这个 我跟你讲 歌剧院的效应在选举上叫什么 这个有点像郝龙斌201年的花博开幕效应 就是大家本来 大家不看好 对 结果开幕之后发现 还不错 不错 不过花博是一个月前开幕 那歌剧院是最后一个礼拜 所以这个的差别就在于你那个提振的那个上升曲线啊 时间不够长 所以早跟你讲了七连保护了 你们不相信吗 好像效果看出来了 但是目前为止你认为这个胜负比例就只在五万票以内啊 有人说三万票 我认为更小 上次苏家全他跟胡市长是三万 接近三万 这次也是 我认为那个差距是误差范围 可是上一次有意外时间 我跟你讲那个差距只要在三个百分点内都叫误差范围 那台中我认为投票率也会超过六十五了 那一趴至少也有一点五万 你们有估计台商有没有对台中有影响的台商的数字 我那个回来不一定是蓝的了 因为台中有很多是在广东嘛 那广东不一定那么蓝了 广东那个地方本来就已经非常有点复杂 那问题是说今天的发展有哪些关键因素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正亮 正亮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趋势 中部现在真的变成决战之所在了 非常非常惊险 而且战化也非常接近 而且戏剧化很强 马上回来了 很精彩的分析 你千万不要走开了 今天的这个coco早餐 值得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这个声音迷人 头脑又有智慧 人又长得帅的 郭正亮先生的分析 好8点21分49秒 我们来看中部台中县市 现在距离确实是在缩减当中 那这个国民党的歌剧院跟台中县的整合 这个派系 郭台铭在黑派红派之间的这个游走 确实已经发生了影响 那趋势当然还是不变 可是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 好今天你 趋势怎么不变 那个上升趋势在追啊 趋势不变 我不敢多讲那个民调 我那个不是民调 有缺口啊 那个是一个势头嘛 我就讲四年前的选举就好了嘛 不要讲今年嘛 以免犯法 苏嘉全就是一路追嘛 啊最后没有追到黄金交叉 所以他输了嘛 所以现在苏嘉全 就是在抢时间 现在的胡志强像当年的苏嘉全 就在抢时间 那就是说这个时间 因为他最后23号 今天是28嘛 23号才整个炸开嘛 然后他就一路往上嘛 那一路往上 你29就投票了啊 那你的时间够不够 啊 逻辑就是这样了 对 正面很聪明 他这个分析让大家一听就懂了 对啊 逻辑就是这样嘛 那这个跟彰化是不一样 因为彰化 昨天卓博元不是去拴林昌敏吗 叫他辞立伟 那就表明了他们没有整合嘛 完全没整合 是啊 那卓博元不怕党中央找他算账吗 因为他上次就已经害萧景田落选了 哈哈哈哈 地方上都这样讲 都知道 那小景田跟林昌敏是同一挂的 听说那个黄文林现在已经被弃保是真的吗 要有相当的力度啦 因为他还是有一定的民调 因为爸爸的关系 黄石成的关系啊 对对对 那因为两个人非常非常非常 因为他们两个在封关的时候的民调 11月18号 那是合法的 大概只有1到2 的差距啊 魏明谷跟林昌敏 对只有1到2 那魏明谷辞料理委有帮助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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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麻花状 他们两个曾经都互有领先这样 那如果说在 本来是林昌敏一直领先吗 对对对 本来魏明谷最早是魏明谷 魏明谷 那后来是因为黄文林来投票局嘛 那个绿的分裂 那如果 所以现在这个章话算谁的功劳 蔡英文跟马英九比的话 小英彰化去很多次 好多次啊 那我觉得内部整合也有关系啦 那当然我觉得最最主要的功劳 应该是卓博元 哦他好狠哦 他竟然站出来批评林昌敏 那这个也是 我也对国民党感到不可理解啦 就是为什么不能对卓博元做一个安排 因为他弟弟有案在身 你能怎样吗 他没有事啊 那他立委的选区也安排不出一个地盘 那部分区也没有一个明朗的答案 现在是乱沉一团 好现在这个明天看开票 张话也是紧张的地区 非常紧张 云林呢 云林 云林其实那个就跟那个台中县的农业县的票 无法预测一样 就是最后 其实郭台铭帮的不是只有台中黑派啦 那也帮了云林 也帮了张家 那我问你那那个许书想要什么表态 他们都说这个投机派没什么了不起 目前至少在封关的民调 李静永还领先 可是就是说张家 张家当然就是说这八年没当县长 在地方整合的能量 以省农会为主嘛 那没有行政系统 那可能会跟以前有差别 张家这个洛选跟当选 跟马主席没什么大关系 没有关系 可是他已经豁出去了 他说他们如果当选张家军不选立委 他们把立委让出来了 那就是等于说这个协调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是也是读很大 这个张化云林台中是关键事所在 其他地方我们不讲的就是 趋势蛮明确 好现在下来就嘉义士 嘉义士跟澎湖 嘉义士太接近 因为他那个地方一个百分点可能只有1000票 嘉义士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绿营胜帝 也没有 历来都是国民党跟武党级当市长 而且都是女生 对那武党级不就轻率吗 可是因为黄敏慧是个人太强 对啊 他太强了啦 你说他个人的魅力太强 对对对对 还是他基础太强 我认为是个人魅力 个人魅力强 他的亲和力热度都非常强 哦那可是陈以珍一直领先呢 嗯 差距很少啦 陈以珍很麻烦 他又要这样 不我跟你讲那个 土景哲本来是领先的 哦是吗 土景哲本来赢十几趴耶 那为什么会被人家 我可以讲那个 这一区是人家最常来跟台北市对比的 那当然 一模一样 刚好倒过了 就陈以珍要的是绿的票 克文哲要的是蓝的票嘛 所以克文哲要跟蔡英文保持距离 陈以珍要跟马英雄保持距离嘛 可是陈以珍就是最后那个礼拜发生那个事件 那个事件是说让他蓝的捐撑票 对对 撑蓝票会跑也跑不到 可是因为他一趴只有一千票 他也跑不掉 土景哲那里去啊 可能不投票啊 火大了 啊真的吗 嘉义是这样 我跟你讲嘉义是差五百票就很严重了 哎呦我的天哪 因为他他人口太少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回过头来看澎湖 这几个关键之所在 最后我们当然还要分析台北市咯 马上回来 郭正亮在现场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选前最后一天啊 这个的coco早餐的分析啊 8点33分20秒 我们刚才从台中彰化云林分析给大家到现在 嘉义是很很惊险嘛 就是嘉义的陈以珍就像台北的柯文哲在打白色力量 可是嘉义是因为一趴大概只有一千票 所以很紧张 所以那个来回非常可能 这边丢一点点那边就补不回来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看开票 明天看嘉义很重要 还有澎湖 澎湖是一个非常比较特殊的地方啊 就是在地的渔民比较偏绿 然后返乡投票的人总体奖蓝的比较大 所以天气如果好 天气如果好就对民进党不利 因为天气好人家会出去抓鱼啊 然后返乡的人会变多 所以天后如果不好人家就在家里啊 然后返乡的会变少 所以上次林敏昆就是这样落选的 因为他有很多返乡的人回不来 可是这两个人呢 陈光复名字还熟一点 那国民党推的那个苏昆雄是吧 那不管啊 搞不清楚他谁 我跟你讲他们也非常接近 澎湖国民党下了很多力啊 他最后不是连江一花 苏昆雄市场是 几乎是坐直升机这样上来 他本来差非常远 对也是扬角起来的 对扬角起来 因为那个地方有行政系统 有军嘛 我认为那个澎湖跟泰中 是国民党下重力的地方 因为澎湖年终卫文金影响很大了 因为那边退休的人很多 好那其他的人现在 所以就要看那天的天气 所以比他紧张的是台中为主 张化云林 两个党最重视的就是中张啦 因为张人口也够多嘛 张算是 张人口 张一直有政党轮替啊 张有100万欸 可是张化一直有政党轮替 没有啦马英九要想未来 我觉得马英九不是落选 对不起马英九都卸任了管他 没有马英九还是会在乎国民党续任啦 因为接下来国民党执政他比较safe嘛 总得票数大家还是要计较吗 总得票数我觉得没有意义啦 因为黄秀双那种差距是不可能的 对呀黄秀双差了那么多 那个就是特殊的 那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知名度比他高那么多 对呀 那新北市那种差距恐怕 你跟那个柯文哲一样讲话又讲错了 谁啊 柯文哲那天上我们节目也说 他是蓝营最强的一个 他是总统候选人最强的一个 最后他修改是蓝营最强的 你刚刚讲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当然会代表国民党参选 你怎么知道 我认为吴敦毅根本不会携手 我认为不可能啦 因为两个人名料差太远 那问题是党内如果那个吴敦毅一直想办法 那没有用 我认为没有用 那朱立伦要得多少票吗 不因为你去想想这次的选举结果 如果国民党真的是选不好 那危机意识一定大着 共主只有朱立伦啦 12月我跟你保证民调就出来了啦 诶那朱立伦呢跟游席坤 游席坤也在追呀 也缩小啦 呃是啦是有点缩小啦 你们基本盘也出来了 可能不到吧 可能不到哈 那嗯 所以这几个地方 这个蔡英文肯定会比他选好很多啦 哦 你就说不可能 朱立伦打蔡英文 蔡英文的票不可能完全都给游席坤 因为我们看过比较早期做的民调吧 朱立伦有拿到绿的票耶 有啦朱立伦有绿的票 是啊 然后克文哲有蓝的票 陈奕针有绿的票 我觉得很好啊 那小英有蓝的票啊 对啊 那游席坤要拿到蓝的票就比较难了 那林嘉隆在台中本来有蓝的票啊 应该也有啊 我现在还是有 年轻票啊 还是有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变数台商到底有多大的 注意的能力 台商 因为后来 有散开啦 本来台上海的台商协会 他大概定了七万个位置嘛 嗯 那后来 你说从上海回台北就七万 七万张票 对对对 可是后来 至少在一个礼拜前 登记数大概只有三万出头 那为什么今天报纸说十五万 没有那个是全中国啊 全中国啊 因为后来广东也开始动员嘛 福建也开始动员嘛 那到底台北户籍的台商有多少人 他们不是这样看的啦 就全全台湾 就说全部总动员到各地去救 连台中也要救对不对 当然啦 因为北京各地的台商都有 都有台商协会啊 啊 郭董的飞机怎么没有发动去救人回来 那个没有用啦 旺旺也有飞机 鼎星也有飞机啊 他们这些飞机有没有去救人回来 我跟你讲啦 从我坦白说 从福建广东回来的不一定支持蓝啊 真的吗 我的个人经验啊 福建大概五比五了 所以这些台商会抵消掉 会抵消掉 除非你有做身家调查啊 你的意思是全台湾啊 全台湾 都如此 所以台商 如果是广东 我估计是四比六了 可是总统选举的时候 台商就有两岸政策的问题 21万 21万 那就有两岸政策的认同 而且人家比较在乎嘛 因为那个会攸关他们在大陆的权益嘛 那这个地方选举跟他大陆权益有什么关系 那好 那我们要进广告 那为什么台北选到中华民国要亡啦 什么 很多很多 那赵超康第一次选市长不是也这样讲 对哈 那个是94年的时候 是啊 所以我说这一次 这次选到那个最 那个23号大肇事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1994的画面 一边是快乐希望嘛 那一边是中华民国快亡了嘛 嗯 那你不觉得跟柯P连胜文有点像吗 那怎么看柯P的选举 我觉得 那有那个那个温森讲过一句话 嗯 他都逢世国民党必倒 这样 也不能这么迷信吧 那人家连胜文巴士好啊 这个祖宗好啊 那个 可是不管怎样 我们这次台北市的选举 你看那个1994 2004 2014啊 国民党都不太好 哈哈哈哈 八点三九分三十秒 好 哎 最后压轴好戏 来看台北市的选举了 其他地方趋势都是如此 嗯 好像 没有有几个地方叫麻花啦 那台中是胡志强在上身追嘛 嗯 招化是麻花 每个地方趋势都不一样啊 与麻花 基隆呢 基隆 我们家的谢理工 基隆分裂啦 整合不了 那谢国梁怎么办 不那个没有办法 会被马英九追杀吗 不 你谢理工那么晚才去 跟他没关系 对不对 没有关系啦 那其他任何其他地方 都没有什么意外吧 意外就是还有一个地方是新竹市 真的吗 许明才 不是就是林志坚跟蔡仁建的弃保问题 哦就是弃蔡仁建保这个 林志坚 因为许明才输两个人加起来啊 哦是哦 嗯 怪不得林志坚年轻 而且好像明天朗在新竹还下了蛮多历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这次会选这样我们也非常意外 我也觉得很意外啊 怎么会这样 那苗栗是因为是客家这个地方 根本撼动不了 徐耀昌 那没有办法 很困难 连大连那个什么 那个一堆的这个抗议啊 都没有用 对不对 但是跟刘正宏也没关系就是了 对那个没有关系 是在地的关系 是长期经营的问题 好那新竹县 诶 郑勇金跟邱静纯这可爱啦 两个民进党没有嘛 对啊 对 那现在 两个都出美女牌 郑勇金的广告好好看啊 就是那个 嗯 骑脚牙车的美女嘛 对对对对 然后 帮帮妹 色狼的郭正亮 立刻进广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 不要走开咯 我们最后来看看台北市 到今天早上为止 我看到各报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也没有特别的广告 嗯 明天可以登广告吗 我认为今天台北市可能可能没有什么大高潮 就是出乎大家的完全意料 没什么高潮 完全没高潮 因为被那个点点不爱讲话的柯文哲给 没有 即使连圣文今天最后一页 你看到是全党团结之夜嘛 并没有特别的来宾 什么人都来了 对对对 没有神秘嘉宾 现在没有看到 啊 柯毕今天晚上要唱歌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啦 没有特别安排什么 也没有 神秘贵宾 那会不会到今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当中 会出现什么奇怪的 这个叫行李如鱼结束啦 十点就结束了 哦好 来啊 不要讲完了 这个马上回来了 我们的听众朋友 等一会儿我们分析台北市的选情给大家 嗯 今天这个啊 分析我们会在YouTube上面放啊 结果放到明天投票 大家都可以听啊 来 这个马上回来了 8点46分07秒 来 我们全球快递Go 赶快来告诉这个 好 好 大家现在郭正亮在现场 最后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会哈 立刻在coco早餐的脸书上 这个来po 档案啊 然后给大家重听啊 请大家帮我们转一转 因为郭正亮的分析太权威了 前面讲到了台中啊 什么彰化啊 云林啊 嘉义啊 澎湖 现在回到台北市了 只剩六分钟 全部给你讲 台北市我觉得这次的收尾啊 恐怕会是有史以来最平淡的一次 那为啥 不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高潮都在二十三号出镜了 那本来就是那个大游行两个大主题嘛 那联盛文就是以激情跟经济牌为结束嘛 哭哭 所以除非检方有心试证 昨天北检说没有排除啊 我知道 那个是逻辑上 那个叫逻辑上 昨天北检为什么要这样否认 因为中央社去采访他嘛 那中央社最近都在做球嘛 中央社啊 是啊 他在立法院都被人家执询了嘛 我跟你讲了 这个我都有注意啦 因为那天是三个人五宝请回 然后业者当庭道歉 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 他不能改口供 啊 啊 除非你有法律效力 有新的试证 嗯 否则这个东西要判自导自演 是难度非常高的 哦 当然逻辑上你不能排除啦 那为什么彭胜赵还是被告呢 可是你要证明呢 你要证明 被告不得有罪耶 小姐 哦 ok好 我也是 我现在已经是被告了 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等于就是说 你有没有试证来证明彭胜赵或张景森指使嘛 好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22号 23号都已经是大的高潮了嘛 对 那最新的这个高潮就是 啊 衣衫妹妹她的哭哭嘛 对 那哭哭 哭哭现在手机一打开就是哭哭 其实国民党最后就是三招在发挥作用啦 啊 一个是监听嘛 啊 一个是契约说嘛 啊 一个就是哭哭 对 那我觉得效用已经到极限了 哦 嗯 那接下来都是一些攻击性的文宣嘛 嗯 可是那些都是老掉牙了 嗯 什么器官啊 什么MV式 今天好像出来的都是叫人家去 叶克摩啊 哦 哎呦明天过后 那种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用啊 据说我听他们说明天过后本来就是他们的绝招 哦就是 我认为绝招是监听啊 监听 今天本来是要策动那个生压的 你只要生压看你怎么玩 这个杨志宇他敢这样做 明天过后这种是叫做假设性的文宣 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当选之后一年嘛 那大家都可以来胡扯这个啊 我问你哦现在回想回来 如果生压成功的话 不得了 你觉得是翻盘吗 我认为22号23号那个是一定造不起来 造不起来以后呢 而即使造了起来也会变成悲情诉求 那就会变成政治迫害司法迫害 然后他整个调就被拉到绿的那边去了 你说柯P 哦就会被蓝绿对决啊 当然是这样啊 就说要嘛就是你造不起来 要嘛就是你会变成悲情诉求 所以联盛文这一方面是 仍然是打蓝绿对决派 当然了从头到尾都是啊 哦那最后我们看台北市是不是 台北市现在新的人口结构里面 我们发现其实60岁以下还是占大多数 人的变数还是年轻人投票率 年轻人投票率啊 年轻人我跟你讲啊 20岁到40岁啊 总共这一次就有76万人啊 40岁到60岁有82万人啊 60岁以上合起来 一直到80岁以上才55万人啊 换句话讲还是年轻人的投票率 对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 而是29岁以下啊 投票率大概只有5成 29岁以下 可是60岁以上投票率有75 哦所以 那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他就只有15万 然后这个50万有75 那就是30万 中间差20万 也怪不得 那现在 可是这一次啊有一个现象啦 就是说三历 11月7号那个电视辩论 嗯那个收视率高达4.36 嗯破台湾历史记录啊 嗯那听说里面看的大概有四成是年轻人 那很多台北以外的啊 我知道可是就说 連包括call in 节目 嗯其实太阳花最大的贡献 应该是使年轻人关心政治 对然后也要出来投票 对对对 那我那问题是年轻人 知不知道带身份证跟图章来投票 神经啊 投票当然知道了 我以为他们不知道 还有年轻人会不会努力的去影响爸妈了 什么今天那个国民导的那个广告是说 要听爸爸妈妈 他怕去投票 哈哈哈哈 你觉得这高招吗 当然鬼招啊 哈 引起人家反弹 你就觉得爸爸妈妈比较会听孩子的 当然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 你听我的话我就去娶一个老婆 哈哈 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不一定有定见 你觉得爸爸妈妈比较不容易有定见 他工作忙嘛 好精彩哦 这个 嗯 我们礼拜一 礼拜下礼拜三碰到正亮的时候 就已经很底定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台北市的选举到目前为止 我们判断今天晚上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 应该平安落幕了 对 因为两边呢 凯拉格兰前面就是传统的国民党的造势 我觉得双方的逻辑都走完了 我问你那柯文哲他就是做一个安安静静学 很多人说你怎么敢这样子呢 他就是用网路吹票了 所以你看不到 那问题是说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人 他不上网啊 是啦可是因为那个都要花钱啊 我说实在话 比如你要办大型的选举造势 或者车队游行 或者花什么文宣 要钱 通通都要钱 那我问你柯文哲真的是坚持做这样子 你觉得他是笨还是有坚持力 坚持了 其实他对选举文化坚持到这个程度 我是非常佩服他 我也很佩服 昨天那个七步走太感人了 但是这只是个案吧 林火旺教授跟我说 这种影响力要改进 还包括公布他的支出 对啊 还有停止募款 有示范作用 这个非常了不起了 我说实在话 所以他有改变选举文化的一大步 他做到了 对对对 柯文哲做到他承诺的事情了 好 明天大家去投票 晚上看电视台节目 我们两个都有上节目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